这里就是很和谐 然后也给了我很多发展自己身上的才能的机会 台东县内丰田国中足球队106学年度成军以来战绩辉煌 虽然一度于110学年落入全国中等学校11人制足球联赛国南以籍 在总教练杨志明指导下奋发图强 很快的在112学年重返甲级冠军荣耀 另外成军不到两个月的女竹队 也于2024年8月勇夺全国体育署杯的季军未来可期 男子篮球队自97年成立至今 女篮成立脉路第三年 在于宁及陈秋玉两位教练带领下 两支球队都已打进JHBL南区的复赛 继续向全国前四强的目标前进 带棍球队于三年内获得第二座全国篮雀杯 与校季联赛的冠军 提早为2028洛杉矶奥运参赛热身 因为报名全帐运与球赛分级检测时 被发现跑步的速度快适合田径赛 校方后来帮他增报田径项目 邱琪熙同学第一次跑田径赛事 就破了全国籍大会的记录 洪文正校长表示 希望学校推广的各项体育运动 能够帮助学生找到天赋 支持他们发挥潜能 其实每一个学校 大家的教育目的都一样 都是为了让孩子有更多更多的机会 那所以我们会希望孩子更认真 更努力去找到自己的天赋 发挥自己的潜能 找到自己的专长 那这些都是每个学校持续在做的事 那我们也曾经在109年 拿到第一次的推动体育单 有功团体 那这次第二次获得 那我们也非常谢谢 宪府跟体育会的肯定 那接下来我们希望更多的学校 一起来耕耘这块园地 谢谢每一位中间陪伴孩子的教练 老师 因为有他们牺牲假日 寒暑假的付出 累积这么多年以来 才有办法看见这样子的成果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的努力 让每一个团队都有更多的机会 站上全国舞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